好的和最坏的 本篇课文呢 只要讲解了一个花园这个比赛 然后呢 看看大家见的花园都怎么样 然后呢 有的人呢 见的特别好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作者呢 他每次都是赢得最糟糕的比赛 那这个好的花园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在课文当中来了解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首先先来看生词的部分 follow me 跟我读一下 第一个单词 比赛竞赛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下一个整齐的整洁的 neat neat 小路 小近 path path 注意这个th 也是这个合在一起的这个声音组合的发音 经常呢 它发的是咬舌音 也就是说 请大家把舌尖放在两个牙之间 然后呢 发出嘶的音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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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没有咬住这个舌尖 你直接把它读成了pass pass 那就变成pass 另外一个单词了 所以一定要咬住舌尖的音才是对的 path path 好的 看下一个单词 木头的wooden wooden 水池 pour pour 好 我们来详细的了解这几个单词 首先看第一个单词 competition 名词表示比赛竞赛 大家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它的动词形式叫做compete 注意中音发生变化了 名词是competition competition 动词是compete compete 中音比一样啊 这个compete呢 是作为动词表示比赛竞赛 大家一个见读得到94课去 94课呢 我们讲这个小婴儿 在水下的游泳比赛 就这个词compete 好 那说到这个比赛竞赛呢 我们在稍后的第12课当中 还会听到另外一个词 表示比赛竞赛 就是race 但这两个词差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competition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类型的比赛 而race专门指比速度的 比如说400米800米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翻船比赛啊 它专门使用比速度的叫做race 好 接着我们现在看下一个单词 pass表示小路小径 对吧 就一条小路 本边跟我讲一个花儿比赛呢 说这个人赢得比赛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修建 neat pass 大家会发现这个单词音很难读是吧 本来它就是pass 后面又加了一个词 就变 如果慢点读来应该是pass pass 对吧 这个最后一个词是不用咬舌的 但大家会发现实际上当读的时候 你总不能读成pass 对吧 这太奇怪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最后一个词会被吞掉 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本来是应该有这个口型的 但它应该不明显 好了 放到面给我读一下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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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家基本上那个词听出来 neat pass 表示什么呢 整洁的小路小径 a mountain pass 山路 一条山路 a mountain pass 这个pass一个词除了表示 大家走路的这个小路小径之外呢 它可以表示什么呢 一个路线 一种途径 就是抽象意义上的一个路 不一定是脚踩的那个 比如说 the path to success 通往成功的这个路径途径 这个就不是脚踩得到了吧 比较抽象的 但是它也表示路径的意思 好 再看下一个单词 wooden wooden作为形容词表示木头的 它是来自于名词wood表示木头 还有下一个词 poor 水池 说到水池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能用到这个 swimming to swimming to 游泳的池塘 就是游泳池嘛 好了 以上呢就是本天课文的生词部分 那我先来给大家预告一下 本天课文的主要内容呢 但是呢 为了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它的用法 所以呢 我在之前先给大家多讲了一个内容 补充了一下 喜欢词负责用法 那我们待会儿呢 在课文当中见 好了 大家可以自行先去阅读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比较的最高级 就是更怎么怎么样 最怎么怎么样 大家以前接触音语 也是以前接触过对吧 我们待会儿呢 会给大家汇总再去支援 好了 感谢大家耐心聆听 我们待会儿课文语法见 几乎每个人都进入 《The Nicest Garden》 competition each year but Joe wins every time Bill Frith's garden is larger than Joe's Bill works harder than Joe and grows more flowers and vegetables but Joe's garden is more interesting he has made neat paths and has built a wooden bridge over a pool I like gardens too but I do not like hard work every year I enter for the garden competition too and I always win a little prize for the worst garden in the town 我们本片中的重点是讲 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 也就是更怎么怎么样 最怎么怎么样 怎么能表达 但是为了让大家能做好了 了解这个内容呢 我现在给大家补充一下 形容词副词的用法 然后咱们再去讲 它们的比较级最高级 这样大家更好理解 是吧 好了 那咱们就首先 先给大家补充这个内容 形容词副词的作用 注意 它们俩的作用呢 其实很类似 都是为人员服务 就是都是修饰别人的 只不过差别在于修饰的对象不同 形容词呢 专门修饰名词 它是针对于名词的 注意 大家以后什么时候 能辨别它是形容词呢 就你发现这个单词的 后面标注着adj点 在这个缩写 就知道它是形容词了 然后如果大家遇到adv点adverb色写 就知道它是副词 副词也是修饰 但是它修饰的对象比较多样 它可以修饰动词呀 句子呀 它可以修饰其他的形容词副词 那这个怎么来记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这样来记 江湖一刀切分两半 名词归形容词修饰 其他的一律都为副词进行修饰 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个 好了 这么说比较稠小 咱们来给大家具体的举例子 咱们首先呢 先来看形容词修饰名词 那小容词修饰名词 可以怎么修饰呢 注意有两种位置 第一个 它可以直接跟着名词 也就是放在名词前面 对它进行修饰 有极个别的时候 也可以放名词后 比如说 This is a wonderful world 这是一个美妙的世界 This is a wonderful world 在这里 wonderful就是world 美妙的世界 因此呢 小容词修饰名词 有的时候呢 修饰名词的时候 可以不止一个小容词 We are living in a beautiful new house We are living in a beautiful new house 我们住在一个美丽的 新的房子里面 美丽的新的房子里面 所以你看这里美丽的 新的都是作为小容词 在修饰名词的 而且顺便给大家讲一句 就是大家可能 在中高考阶段的时候 遇到过这样的考题 说什么呢 比如说 多个小容词放在一起 让大家排列顺序 什么越本质的越放后 什么越表象越放前 怎么样怎么样 我跟大家说 这事完全不需要会 没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啊 谁没事在使用小容词 修饰名词的时候 同时放七八个 然后让你排列顺序 aggressy 这本就是瞎扯 大家记住 这只有中高考 才靠这种变态的题 大家生活当中那么大 所以大家不用纠结 明白了意思了吧 好 来 接着往下说 这个beautiful new house 修饰房子 所以放在它前面 形容词修饰名词 那除了这个放在名词 前面对它进行修饰之外 形容词还有一个位置 它可以放在主系表 系动词后面做表语 因为我在第一节 给大家讲过了 主系表句子呢 其实就是后面的这个表语 就是对前面的 逐温一种补充说明 逐温一般是名词 所以我对它进行补充说明 当然还是用系动词 对吧 那这个系动词呢 大家如果不好记 你可以记住一种最常用的 就是beautiful new house 我就不多赘述了 第一节跟我们讲过主系表了 在这里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看这里 their sleeping bags w warm and comfortable 它的这个睡袋怎么样呢 是舒服的 而且是温暖的 那这里温暖的 舒服的 是修饰谁的 是修饰前面这个睡袋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放到了这个beautiful 后主系表结构 表语是补充修 前面这个名词主语的 因此呢 也是用系动词来进行的 然后来修饰限定 前面这个主语名词 好了 这些形容词就是名词 我们就说到这儿 那接下来说 这个副词呢 能修饰的就多了 可以修饰动词啊 句子啊 其他的形容词 那我给大家举例 首先现在第一个例子 Roy acted quickly 这是我们上次讲 35课的时候 讲Roy开车 撞到另外一个车的里头 是吧 诶 阻止小偷 Roy acted quickly 它行动迅速 那这个迅速的 快速的 就是谁呢 是修饰动词 acted 因此修饰动词 用副词quickly 不能用形容词quick 对吧 用副词quickly 好 再看下一个 suddenly One of the children kick a ball 突然 一个孩子踢了球 突然是修饰后面 整个句子的 因此用副词suddenly 好 再来看这句话 It rained continually and it was often beatily cold It rained continually 注意 它下雨下的意志 怎么样 持续不断 所以呢 持续不断的下雨 修饰动词下雨 用副词continually 然后这个天怎么样呢 It was often beatily cold 天呢 极其的冷 所以用了beatily 来修饰形容词code 好 所以在这里大家发现了吧 你看 continually修饰动词 beatily修饰形容词 总然至少 不是修饰名词 一定都会副词观 好 再看 The students from Eleach Universities 来自于精英学校 精英大学 Elite 精英 University大学 来自于精英大学的学生们怎么样呢 catch up very quickly catch up表示追赶上来 比如说学习不好 对吧 我们想去努力追赶 catch up 就是表示赶上来了 感叹怎么样呢 very quickly 注意在这里有两个副词 首先呢 第一个副词就是这个quickly 快速的 是修饰动作追赶的 快速的追赶上来了 对吧 用副词来修饰动作 然后呢 由于这个非常 要修饰副词quickly 因此我们也得用副词 叫做very quickly 所以你看绕圈修饰 quickly修饰追赶 然后very修饰 quickly 总而言真的就是 修饰动词也好 修饰副词也好 一定有用副词 好了 所以呢 大家看一下以上这些例句 这些例句呢 给大家充分的说明了一下 副词可以修饰名词以外的东西 比如说动词句子 其他其中的副词 以上都有了 而且顺便多说一嘴 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 接近我们心肝第二次的教材 除了最后一句话之外 其中三个句子 都是我们心肝第二次的原文的句子 比如说第一句话 Roy Fickly 35克的 第二句话 踢球 来自于30克 还有这个一直下雨呢 是来自于38克 所以大家看 我们心肝第二次当中呢 会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类型的例句 来丰富大家对于这个吃试点 不断循环的理解 所以我们借点过来 在这里集中给大家看一下 好 接着往下看 这句话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 刚才呢 就给大家讲了 江湖一刀切分两半 形容词修饰名词 其他的一律归 负词进行修饰 好 形容词负词呢 我们就说完了 这个说到这个形容词 大家会发现 他们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形容词 都是表示什么什么样的 美丽的呀 可爱的呀 快速的呀 对吧 负词呢 也是修饰作用的 但只不过呢 它这个有点类似于 像我们说什么呢 中文当中 一般修饰名词用白韶德 修饰其他的用土野地 对吧 这个白韶德和土野地的区别 就类似于英文的 这个形容词负词的区别 比如说 它的区别就类似于 我们中文讲过的 这个白韶德和土野地 所以差不多了 那说回来 这个形容词负词 既然比较修饰作用呢 它就可以进行比较 比如说我同样说 这个东西好 它总会有什么样呢 更好 总会有最好 那这个更怎么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说的比较集 而这个最怎么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说的最高级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讲解一下 这个比较集和最高级 估计呢 大家以前肯定是学过这个 是不是 比如说你看啊 说到最高级最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用什么呢 the加上est结尾 或者是加上themost 比较集更怎么怎么样呢 你可以用er结尾 或者是加上more 这大家都是学过的 但是呢 虽然大家学过 大家的内容 并没有汇总清楚 所以我在这里呢 再给大家重新汇总一下 这个支援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 系统加深印象 咱们首先呢 先来说一下这个最高级 注意形容词副词 它们都可以有这个最高级 这个除了最高级之外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还有另外两种级点 一个是比较集 更怎么怎么样 还有一个是原级比较 咱们稍后都会一一讲到 咱们先从最高级说起啊 说到这个最高级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啊 最怎么怎么样 咱们就首先要把形容词副词 给它变成了最远的最高级形式 就是我刚才说的 要不然呢 就是加上est结尾 要不然单字特别长的时候呢 你就别往后加了 你就直接在前面加上themost 然后呢 这个最高级最怎么怎么样呢 有的时候后面会加上 一个介次短语 来表示比较的范围 比如说你是在学校的 最怎么怎么样啊 还是在全宇宙的 怎么怎么样啊 所以会加上一个什么 in on at等等的介次短语 来表示一个范围 当然加了括号的意思是说 这个比较的范围可以省略 因为如果上下文章有默认的范围 你说它最高 我在讨论我们班的时候 我说它最高 你就知道了 这个范围不用说了 大家也明确 所以这个比较的范围是可以省略的 那说到这个最高级呢 它是表示范围内最怎么怎么样的 大家要注意一个小点就是 三人才成群 所以必须要三者或以上的比较 才能用最高级 两者之间比 我说我比你最怎么怎么样 没这么说的啊 所以必须得加一个很三 那说到这个最高级的句子 我们来看一个句子啊 My younger sister 我的这个妹妹怎么样呢 is the tallest one in her class the tallest 最高的那一个 对吧 the tallest 加了yes 最高级 而且加了个范围 in her class 他们同学当中她最高 是吧 他们班里她们最高 她最高 接着我们再看下一个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of the project is a lack of poverty the most serious 注意 serious表示严重的 最严重的呢 加了the most 最严重的什么呢 问题 the project 这个工程最严重的 是什么呢 缺乏这个电力 所以在这里呢 用the most serious 而且给了范围 of the project 这个工程当中 最严重的问题 看下了吧 最高级 ESTV 或者是the most 开口 好 说完这个最高级 咱们再来看看比较级 一样的 比较级 就是首先把形容词复 词先变成比较级的形式 要不然后面加1R 要不然前面加more 然后呢 如果想加上比较的对象 技术 必须用这个词 then than 不要写错了 不要写上then 而且这个比较的对象呢 你不能用其他的词 你只能用then这个词 来表示比较级 比较的对象 那说到这个比较呢 就是表示更怎么怎么样 和什么什么相比 对吧 当然比较的还是可以省略的 然后呢 两者之间相比较 可以用比较级 但注意 我说的是两者 没有说是两个 因为有可能是我们这一伙 和你们这一伙 对吧 两堆人比也可以 不一定非得只能是两个 单个人 这不一定啊 只要是两部分对比 就是关于这个 那说到这个比较级 咱们先说个简单的句 比如说 you are taller I am taller than you taller 更高 跟谁比呢 then you跟你相比 对吧 这是比较级 直接加了一二 再来看一个 Air tickets are more expensive than train tickets Air tickets 也就是aerplane tickets 这个飞机票的这个价钱 更贵 more expensive 这个单词已经很长了 就不要再加一二 直接加more more expensive 跟谁比呢 than train tickets 跟火车票相比 Sometimes machines can perform better than human beings 再给大家注意一下 有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机器能够表现得更好 注意 有的时候这个比较级最高级呢 不一定都是加一二结尾的 都是在more expensive 也有特殊变化 比如说好 good 它的原型呢 就是better 而不是故随加一二 或者是more good 没有能说的啊 好了 那有哪些词是特殊变化的呢 别着急 我会在稍后的拓展环节当中 给大家详细的理由总结 怎么变成比较的最高级 怎么样是特殊的变化 咱们稍后说 Sometimes machine can perform better 这个机器能够表现得更好 跟什么相比呢 the human beings 跟人类相比 你可以说the human 也可以说the human beings 都可以 好了 这是关于这个小终数字 比较的最高级 大家会发现 其实呢 很简单 更怎么怎么样 就是一二more 最怎么怎么样 就是加the ESC 或者the most 就可以了 别忘了 可以加比较连向 也可以不加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课文当中 再帮助大家深化一下这个印象 首先呢 咱们先来看一些题目 the best and the worst 最好的和最坏的 这个best 它是来自于good 原型是good 然后变成最高级的时候 不规则变化 变成了best 这里这个worst呢 它是来自于原型 B-A-D bad 坏 最糟糕的呢 就是the worst 那如果更糟糕呢 用worse W-O-R-S-E 这些呢 我先说一嘴 大家不用记 我们待会在拓展环节当中 给大家详细的讲道 来 Joe Sanders has the most beautiful garden in our town 注意 在我们镇上 这是分配 然后他又怎么样呢 the most beautiful garden 最漂亮的花园 最高级 好了 然后呢 nearly everybody enters for the nicest garden competition each year but Joe wins every time 几乎每一个人都干嘛呢 enter for 画上报名参加 enter本身的意思是进入 for表示目的 带着这个目的去进入 就表示什么呢 报名加入进来 报名参加的意思 好了 注意 由于是每一个人单数 所以用第三声单数 enter for 每个人都报名参加什么的 the nicest garden competition garden competition 花园竞赛 nice 表示好的 漂亮 the nicest呢 当然表示最好的 最漂亮 对吧 最nice的 对不对 就是中文当中 这个最nice 不错 最好的这个花园竞赛 每一年 但是呢 Joe wins every time 他每次都赢 因为每次都赢 这是一个常态 所以用一单现在式 别忘了翻第三声单数 wins every time 好了 记得往下看 beuford's garden is larger than Joe's 注意这里 Larger than 比较急 Larger更大 对吧 这个Large 后面直接加了R 多成了一二结尾 跟什么相比呢 you didn't 那大家学学这话 没说完呢 这个beuford's garden is larger than Joe's 为什么非要加PS 我不加PS 直接说Joe 行不行呢 注意 这个PS是必须要加的 不能去掉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话 前后对比的对象是什么呢 不是beuford's garden 和Joe这两个人 而是比较的是beuford's garden 和Joe的花园 对吧 所以这句话的完整说法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beuford's garden is larger than Joe's garden 完整说法 应该是他的花园 和他的花园比更大了 对吧 只不过呢 大家会发现 这个花园花园太重复了 所以呢 可以把重复的元素去掉 但是即使你把garden去掉了 PS要保留 因为你可以说beuford's garden 比Joe的大 但你不能说比Joe大 如果你把PS去掉了 变成了花园的人比 这个就不行了 所以大家记住 比较的对象必须要对等 所以在这里 你可以把花园写上 或者可以把花园去掉 但是Joe的这个PS要保留 因为你只有保留Joe的 他才默认知道 是Joe的花园 另外的意思吧 所以记住比较的对象 要对等 只是为了比较的问题 这个PS就是这么来的 好 那先往下说 be was harder than Joe works harder 工作的很努力 更努力呢 就是harder 跟谁比呢 than Joe 跟这个人比 and grows more vegetables and flowers 种更多的蔬菜 对吧 本来是许多 many flowers and vegetables 然后变成了更多呢 就变成了more 种更多的花园和蔬菜 那你老是没说跟谁比呢 more认为跟上人一样嘛 所以就不用加比较的对象了 but Joe's garden is more interesting 他的花园怎么样呢 更有趣 more interesting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这句话当中呢 其实省略两个比较的范围 因为种种的花和蔬菜 很明显就是跟上人的Jobie 就不用行 然后呢 Jobie的花园更有趣 跟谁比呢 就是上人说的Vio比 对吧 跟他的花园比 所以也不用行 所以在上下的当中 只要比较的范围 能够默认理解 就可以不用行 好 接着往下看 He has made neat path And has built a wooden bridge over a pool 画上现代证实 Has made 现在的之前 做了什么呢 knit path 做了干净的小路 这个S音发出来 也别纠结 And has built a wooden bridge 然后建了一个什么呢 木头的桥 Has built 也是表示现在的之前建的 我们在第四个第五个 讲现代证实 这个桥现在哪呢 over a pool over表示在上方 而且通常表示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旋空的 有一定这个距离的 这个上方 over跨越过去的 在一个水池上方 建了个桥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 人家这是照着 亭海楼阁的这个节奏去建的 又有小路 又有这个桥 那当然这个花就漂亮了 是不是 然后呢 说了我 我怎么样呢 I like gardens too 我也喜欢这个garden 对吧 注意to表示也 但是通常用于 肯定句当中 用to 否定句不用它 But I do not like hard work 但是我不喜欢辛苦工作 你想漂亮的 谁都喜欢 但不要干活了 Every year and for garden competition too 每一年我也参加这个比赛 注意and for 报名参加 and I always win a little prize 我总是赢一点小小的奖 怎么讲呢 这个奖是针对于for 注意不表现目的啊 for the world's a garden in the town 最糟糕的 最高级 好 整篇文章呢 就是这些内容 所以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 会发现 本篇课文呢 其实主要讲的就是 比较的最高级 更怎么怎么样 和最怎么怎么样 大家会发现 只要收到修饰 就会有学生的父亲 只要收到比较 我就会用到更怎么怎么样 比较级 最怎么怎么样 最高级 对吧 然后呢 大家别着急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比较形式 叫做原级比较 也就是我和你比 不一定更 不一定碎 有可能我们之间一样 这个呢 我们到下一单元的这一课 也就是8加24 到了32课的时候 再给大家进行讲解 好了 所以我们发现 西线24的支点好 不断的这个支点 给大家听循环促息 然后再往下进行加深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耐心聆听 我们稍后 在拓展环节当中 再给大家细致的讲解一下 跟比较级最高级 有关的一些变形形式 好了 感谢大家 我们稍后见 或者是直接在前面 加上一个单词more 对吧 比如说长一些的单词 就直接加more 还有呢 最高级呢 就是词尾加ESD 或者是前面加上themost 好了 这些都属于规则变化的 但是呢 在用语当中 还有六组词是不规则变化 而且非常常常常用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集中给大家拓展一下 这些不规则变化的比较级和最高级 好了 为了方便大家好记呢 大家可以把这六组 不太规则的变化的词呢 这样来继承一个口诀 就是好坏多少老远 好坏多少老远 好 咱们先说这个好 其实想表示好呢 有两个单词 一个是good 它作为形容词表示好 可以修饰名词 另外一个呢 就是well 它可以作为副词 可以修饰动词表示好 对吧 这两个词呢 它的比较级都是更好 better 最高级呢 都是最好 best 所以大家注意 两个好 形容词副词 它的比较级最高级是一样的 那咱们再说坏 坏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叫做bad 还有另外一个词呢 you这个词 除了表示生病 它也可以表示坏的意思 那如果表示更坏呢 用worse 最坏呢 用worse 好 再看这个多 多呢 有两个词 many和much 区别在于修饰的名词不一样 如果就是可数名词的服数 请问many 如果就是不可数名词 可以用much 他们俩都可以表示多 更多呢 more 最多呢 most 那除了好坏多 什么还都有少啊 少会用什么呢 就是一点点 一点点的有两个词 一个是little 一个是a little 他们俩区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意思上 有一点点差别 a little 表示的是有一点 它是一种比较积极的说法 而这个little呢 它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否定的说法 没剩下多点 意思上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更少了 就相当于这是一种观点 比如说 我说你有多少钱呢 你说我还有点钱 我问你有多少钱呢 你说我没剩多点钱了 其实同样都说的是这点钱 但只不过你发现 我有一点是比较积极的 没剩多点 就是比较消极的一种想法 所以它是一个心态上的积极和消极 但是总而言之呢 它们俩都表示一点的意思 没剩多少是吧 比较少 那这个说到这个一点很少 更少呢 less 最少呢 least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四个不规则变化的 好 坏 多少 比较最高级都在这了 还有呢就是老远 咱们先看这个老 是吧 old这个词 old这个词呢 大家注意一下 它其实不一定非要表示 人年纪上的老了 还可以指这个东西旧了 是吧 比较有年头了 也可以用它 一个是older oldest 一个是elder eldest 区别在于哪呢 咱们先说第二个 这个elder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人 年龄上来说呢 年长一些的 更老一些的 这个叫做elder 是吧 最年长的eldest 所以这个elder eldest 一开头这个 通常指的是这个年龄上的 人和人之间的这个 表示更年长一些的 那咱们再看这个older oldest 它其实同样可以表示 人年龄上的更年长一些的 但是它还多了一种用法 就是可以不表示人 它可以表示一个东西 更老旧的 时间更久的 这可以用older oldest 所以下面这个 专门指人年长 而上面这个呢 人年长也行 东西旧也行 老旧 破旧 都可以用它 是吧 有这个词 older oldest 还有这个词 far表示远 说到这个远呢 它的比较极最高级 也是有两种 一个是father fadest 一个是furter furter 区别在于什么呢 咱们先看第一个 father fadest 它只能表示距离上的远 专门指这个 实实在在看得见 摸得着一个距离上的远 更远 但是呢 它还可以表示抽象上的含义 比如说 什么什么事 意义上非常的深远 再比如说 更远一步 更深一步的 这个指的是抽象概念上的 比如说 更深一步的教育 叫做furter education 就是进一步的再教育 比如说 我再去读研究生 再读个博士 再读个博士后 类似这种furter education 所以这表示更远 最远 它呢 可以指抽象意义上的 比如它可以指什么呢 不一定非要指距离 可以指程度上的 可以指数量上的 是吧 这种更深远一些的 也可以用它 所以在这呢 给大家主要讲了 六个 不规则变化的 比较及最高级 大家可以记住口诀 好 坏 多少 老 远 就行了 好了 你像这个有两个了 你看一个是 实实在在的距离远 一个是抽象意义上的深远 所以大家会发现 其实同样是比较及 只要记住这几个特殊的 那剩下其实多规律了 就不用多说了 好 那接着往下说 给大家补充的第一点 就讲完了 不规则变化的 比较及最高级 要给大家拓展的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 小容词副词的最高级 咱们在课上给大家讲过了 最高级呢 就是先把小容词 变成最高级之后 后面再加上一个介词短语 来表示比较的范围 对吧 然后呢 最高级是表示 最怎么怎么样 通常只针对于 三者或以上的 因为两个人之间不存在最 得是三个人之间比 才能有一个最怎么怎么样 对吧 好 那说回来 在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集中 拿出来一点开始讲 讲什么呢 就是最高级当中 想表示比较的范围 这个介词短语都有什么 其实呢 在最高级当中 常常搭配的这个范围 介词短语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of 一个是in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in这个词 主要接的是地点 场所 好了 而这个of这个词呢 后面后常接的是 比较的这个对象之间 比如说举例 大家明白 看这里啊 我说他最高 he is the tallest 那在什么范围当中最高呢 of all the students 他是跟所有的同学们相比 他是最高的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是他和比较的这些对象 放在一块比 所以呢 这个加上了比较的对象 范围的这个用of 好了 那还是同样说他最高 he is the tallest in our class 他是我们班当中最高的 所以他可以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班级的教室里也好 是我们班的这些人也好 是吧 他是这个 这个当中的用in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对象之间 兼并兼比 这个时候用of 但是如果放到这样的一个词字当中 是吧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场所呀 地点啊 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 用的是in 所以注意一下他们两个样 最高级呢 就常常搭配这两个界词 来表示范围 那咱们接下来做一个练习吧 看一下书后的练习 which is the longest river the world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世界上最长的河 是哪个呢 大家想一下 世界 他是这个河兼并兼的对象 不是 如果跟其他的和比 那你可以用of 对吧 这里是在世界 这个范围当中应该用什么呀 in the world 所以别忘了of 一般后面接的是 兼并兼的这个 同类的战友之间比 this is the finest picture them all 他们所有当中 最好的这个画 然后picture就表照片 对吧 那在这里大家看一个加什么呢 他们当中 是不是战友们之间比 同类之间比 用的是of 再来看一个 the stereo is the most expensive 它最贵 all the ones in the shop 商店里它最贵 那大家看 这里商店里用的是in the shop 但这里呢 它并不是跟商店里面 它跟的是什么呢 all the ones 它跟其他所有的这个东西相比 那这里应该听什么呀 the most expensive of all the ones 这个立体声音响 是所有当中最贵的 是吧 he is the best boxer 他是最好的拳击手 alvertine alvertine 大家想一下 是并肩的战友 不是 这是个地点场所 所以应该是什么呢 in alvertine 我们这个城镇上 最好的这个boxer 最好的拳击手 可以吧 好 以上呢 介绍给大家客战的第二点 就是最高级常常搭配的off 你这个解释端语 表示范围 好 那最后一点呢 来给大家讲一下 不规则变化的动词 本篇 我们当中这个 不规则变化动词呢 一共有这么几个 win 赢得比赛 过去是过去 分词都是won 过去分词呢 是winning 双写加ng 再看这个词grow 它可以表示种植 种菜 对吧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可以表示生长 成长起来 它的过去是grue 过去分词是grown 好了 再来看一个词build 表示建造什么东西 它的过去是过去分词 都是build build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篇给我们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 我们下期课见